叫出我的巴薩洛娜 我就立刻飞去西班牙了 但是現在距今已經 因為已經九月 這是我八月大概上旬的事情了 而且我們上的時間又會更晚 沒錯 你們聽到的時候 我已經從西班牙回來很久很久很久了 沒關係 那我去的時候呢 其實算是西班牙的夏末了啦 先跟大家講 西班牙的天氣非常的熱 就是大概跟台灣差不多 可是沒那麼濕 OK 可是其實比較南邊吧 其實我不討厭太陽 所以 防曬有做好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還好 蠻舒服的 尤其是那個乾爽的感覺 就你會覺得整個人在西班牙很乾爽 很fresh的感覺 對 那我這一次的行程呢 是去 總共去14天 但是在西班牙待了10天 11天 然後去里斯本只有大概兩三天 可是 中間還要加上這大飛機的時間 所以我實際上在里斯本 好短喔 里斯本也太短了吧 我好後悔 我要告訴大家 里斯本現在榮 因為我比較想去葡萄牙 里斯本現在榮登我人生第一名喜歡城市 我也蠻想去葡萄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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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西班牙跟葡萄牙比 我都比較喜歡葡萄牙 然後呢就有一次吃飯的時候跟他聊到說 我跟老公沒有去過歐洲 然後他就說 我八月要去西班牙你要不要去睡眠去 超剛好的 對他自己 可是他其實是要去參加gay party 對對對 因為我那個朋友他就是比較身材超級好的那種 然後他就是熱衝於參加gay party 然後我想說好像也沒體驗過 然後就想說剛好有一個去過歐洲的人帶路 好像也比較安全 因為我們一直對歐洲的想像就是很危險嘛 對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有人帶路 不然就走啊 多少錢機票OK啊 cover過好刷 我們大概是六月決定 然後八月就飛 對算是說走就走 有一點說走就 所以其實買的有點貴 就是飯店啊什麼都蠻貴的這樣子 但因為決定要去的時候老公就找Airbnb 然後我們在找Airbnb的時候 我們是找一個沒有那麼那麼那麼市中心 沒有那麼蛋黃區的一個地方的民宿 這樣因為就比較便宜 可是想說那邊有地鐵可以搭什麼的 西班牙那個巴塞爾納的交通蠻方便的 然後就想說好就住在那邊 就那個Airbnb蠻划算也蠻漂亮的 他有跟人家share嗎 有 他是一個三房一廳的一個空間 OK 然後所以我們是其中一個房間而已 然後在我出發 就我釋出說我要去巴塞隆納這個消息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一位粉絲 是我們瘋女聊天室的聽眾 他叫Joyce Joyce呢他就有私訊我IG 他說欸你好啊我是你們的聽眾 然後我住在巴塞隆納歡迎來這樣 如果有什麼需要都可以問我這樣子 就很熱情的一個女孩 然後我就說好啊 那我就問了他一些問題 後來就說欸你們住宿訂了嗎 因為我朋友在經營民宿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訂他的民宿 我說喔我們已經訂好了 他說好那沒問題 來的話就是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跟我說 結果呢 我們到巴塞隆納 然後我們一到民宿 然後他們一打開的那一瞬間 他一看到我他就說 Tayla 我說Joyce 你們就這麼巧訂到他們看的民宿 怎麼可以這麼巧啊 怎麼可能 這個世界有這麼大 我就訂到他的民宿 然後好驚訝 而且你知道他長得有多漂亮嗎 他是可以去演電影的那種漂亮 他長得超整 他超美然後超瘦 然後皮膚曬的就是那種健康膚色 然後我想說 Amazing 然後我們就上樓 然後上樓之後我們就開始聊天 聊得很開心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拍Room Tour 想說要Tour一下 Tour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就 他跟他的室友就露出很奇怪的表情 我說怎麼了 他的朋友叫Eva這樣子 然後而且因為我們會沒有發現他是Joyce 是因為Airbnb不是可以設定夥伴 就是除了假設房東叫Eva 然後夥伴是Maria 然後你們是看到這個夥伴的資料 對夥伴是Maria 然後我就問他說 他說你為什麼要叫Maria 不是叫Joyce 他說因為Joyce太American name 可是Maria比較巴塞隆 所以他就幫自己取了一個西班牙感的名字 所以我們才會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就很驚訝 但他們就露出奇怪的臉 我說怎麼了嗎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剛好在介紹窗簾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復古的窗簾這樣 我說是我玩窗簾的方法玩錯了嗎 他說不是 我們在市中心剛好最近新買了一個房子 Airbnb 我們剛整理好 還沒有給人家住過 還沒上架 你們想住住看嗎 哇 我想說 大楼 大楼 這個心情就是你住在飯店二樓的那種商務小房間 突然問你說 我們頂樓的總統套房 還空著你們要住嗎 當然 大楼 我跟你說 直接搬到市中心的市中心 你就想像你住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 哇 我住在嘉泰隆尼亞廣場的旁邊的一個巷子裡面 我超推觀光客住那一區 因為 你光是在你自己那一區走路 你就可以玩兩天 那一區 景點都在附近 景點就所有觀光客會想去的熱門景點酒吧 什麼通通都在那一區 然後西班牙他們也有推那種交通卡 就是因為Apple不是說可以刷那個Apple Pay嗎 他們可以嗎 也可以刷Apple Pay 可是一趟就是2.2歐 比較貴就對了 買卡比較划算 對買卡比較划算 因為卡片好像11塊錢可以搭10次 他也不是以天數算 但是他是 他是以次數去算 其實次數算 而且他甚至是假設幾分鐘以內轉成 還不算第二次 就是可能地鐵轉工程 可是我好像在幾十分鐘內 那個規定我有點忘記大家查一下 對 就是他那個是可以算在同一次裡面的 所以就非常划算 我跟老公去哪裡 我們全部都搭那個大眾運輸這樣子 對 然後反正就是我們住在加泰隆尼亞廣場那邊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對傳統的西班牙公寓有沒有想像 他那個感覺就是他都會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很整齊 然後那個陽台都會有一個很好看的百頁木門 然後配一個小小的陽台 那個就是很典型的西班牙的公寓的樣子 他那個公寓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好可愛 那個陽台就是可以剛好讓你放下一張桌子 跟一張椅子 然後在那邊曬太陽 喝酒 喝咖啡 吃哈密瓜配火腿 的一個空間 我看那個房子 說我整個大 這個到時候我會剪那個Vlog 大家可以看我Vlog 因為立刻有room tour一次 對對對 我在IG 我其實是有把我 那個蒲西之旅整理成那個精選限動 大家也可以去看這樣子 對 但反正我們就是背身等 我整個開心到不行 是 而且因為你知道 就有熟人 那就立刻問他們說 有沒有推薦餐廳 對餐廳 我帶你們去吃 一定就會好吃啊 一定就會好吃 因為我覺得我在西班牙吃到最好吃的其中的餐廳 就是他們那天帶我去吃的 他叫做 Barko Chosco B-A-R-C-A-L-C-H-U-S-C-O Barko Chosco 應該是這樣唸 然後呢 他就位於那個海邊 他就在搭公車去海邊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他是一間 真的是西班牙小酒館 就是你對西班牙小酒館的那個想像 就是手寫的招牌啊 然後木門啊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窗台 然後會有客人甚至 就是點了啤酒就在那個窗台那邊 然後餐點會送到那個窗台 他們就站在門口吃 好Chill喔 的這種感覺 而且因為是海邊 所以有 我們剛好去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組那個 看起來是足球隊的隊員 剛去海邊玩 然後每個都穿著小熱褲 然後裸上身 哇好好看喔 就站在我們的那個窗邊 喝啤酒吃淡菜 好好看喔 而且我跟你們說 如果你非常喜歡帥哥 請你一定要去西班牙 怎樣帥哥多到不行是不是 我跟你說 我目測八成帥哥 有人剛從韓國回來 就說說路上爭 三成 兩成 兩到三成 韓國的首爾的帥哥比例是三成 就是十個裡面會有兩三個是帥哥 可是這兩三個 有可能會講中文或其他語言 這是可能不是韓國人 哇 但是西班牙我不誇張 八成是不是 我覺得有八成 他們是五官 很深邃 就是你們印象中那種 帥的 西班牙那種帥哥 有一點捲捲頭髮 然後他只要打扮得很精緻 笑起來會有露出白色牙齒 然後有一點 然後幾乎都有狐渣 烙腮糊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 因為西班牙很熱 我今天故意穿得很西班牙 他們就是穿成像我現在這樣 這種花襯衫什麼 可是 扣子會光解開 他們扣子會這樣 至少是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方形的腹肌 然後甚至喔 他們會沒來由喔 就真的沒來由 這樣走一走走一走 然後他的潛台詞可能是 Oh my God fucking hot 那他就開始脫衣服 然後就把他的襯衫解開 然後就任由風吹他的胸膛這樣子 哇 西班牙 哇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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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熱情之毒 OK 所以就是 然後你就想說 我去吃的第一餐 就這麼美妙欸 對啊 這開端太厲害了吧 我強烈推薦 因為我剛剛我說的這間就是 Bark Coat Churse 這一間呢 我呢去吃了兩次 我後來跟老公自己去吃 他吃了兩次 你口水噴出來一點小心 對不起 因為剛才講帥哥 沒錯 分泌太多口水了啦 聊到烙水了 超大音 誇張欸 好 而且我跟你說 因為那個房東 我真的喔 因為Joyce真的跟我個性好像 因為Joyce也是大聊帥哥 因為我們就會直接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很像在選飛 我們就看窗外 他就說 怎麼樣那個 左邊我說 左邊數來第二個 他說 那個也是我的菜 就是 我們在那邊看那個 喔 比電視上轉播足球賽好看太多了 可是那群人都很活在自己的世界 都沒有感受到你們 就是很熱情的在觀察他們嗎 他們如果看到我們在看 他們會對我們笑 然後會露出那個 西班牙式的男人的笑 自信都不行 喔啦 這樣子 然後還會跟你敬酒 他們好大方 還會跟你敬酒 然後這邊呢 就推薦大家如果去西班牙 因為我一去的時候我就問Joyce說 是不是來這邊都要喝那個 Sangria 就是那個紅酒 調那個 你們有沒有聽過 我沒有喝酒 我喝酒 而且那個東西其實 用美式念法叫Sangria 因為台灣都念Sangria 但其實用西班牙人也要 是Sangria 但反正這一款酒 就是用紅酒去調成果汁的感覺 但他就說 那個是觀光客在喝的 他說 是道地的西班牙人 至少巴塞隆那人 喜歡喝的是檸檬啤酒 他念起來有點像什麼Galala之類 但我有點忘記他怎麼念 反正就是檸檬啤酒 你跟他說Lemon Beer也可以 他說是淡淡的啤酒 沒有苦味 然後有檸檬的酸香味 就是女生也會非常喜歡的味道這樣子 因為檸檬啤酒跟海鮮非常的搭 去西班牙就是要吃海鮮 對 然後呢我們就是有點淡菜跟海鮮燉飯 我們一直吃海鮮燉飯 然後這一家的海鮮燉飯 很好吃 是我在巴塞隆那吃到最好吃的 而且是墨魚燉飯也好吃 紅色的那種番紅花燉飯也好吃 而且是非常好吃 但因為他很鹹 所以你一定要再配喝酒啊 或者是吃一點東西這樣子 他們那裡等於說燉飯都是比較 重口味一點 就是為了要配酒吧 他是濃湯汁去收乾的燉飯 所以他吃起來會有一點鍋巴這樣 然後可是因為他裡面滿滿的海鮮 所以他就是那個湯汁裡面 都吸飽了海鮮的精華 這一間真的很推大家去吃 而且這一間還不貴 我們最後吃下來 一個人平均消費大概台幣四五百塊 那很便宜欸 很便宜欸 很便宜對不對 又有海鮮 然後我們還吃了燉菜 還有酒 還有喝酒 然後還吃那個烤章魚 烤章魚也超級好吃 好吃 而且重點是因為你現動 那個菜的擺盤都很水欸 對啊 就是他就是會 因為他燉飯什麼都是 擺好進去烤的 對對對 可是這種小酒館的缺點就是 因為西班牙人真的好愛聊天 嗯 我覺得我去西班牙算木呢 很吵的 那他們 極具也拉太寬了吧 愛聊天的程度已經是我們的百倍 他們能愛聊天到什麼 然後嗓門又很大 嗓門又很大 然後愛聊天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一入座 然後就 剛好另外一個客人感覺是熟客 然後那個小姐就走過去看 跟那個熟客那邊 狂聊 然後因為那陣子是奧運嘛 所以他們就在看奧運 然後那邊這樣 一直聊一直聊 你如果不舉手跟他說 不好意思我們要點餐 他們是沒有要停下來的 他們就是認真聊天 認真的超級大聊天 欸你下輩子投開當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我們都去西班牙喔 我們就是很喜歡西班牙大聊天 西班牙人愛聊天的程度 已經超過我們百倍了 真的是 而且他們西班牙文講超快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們去這種餐廳你是哀人的話 你們就是要想辦法不去自己煮東西 我哀人去西班牙會不會瘋掉啊 就是沒有辦法點餐是不是 好像是 那請問那裡有外送嗎 我可以外送小酒館的餐嗎 你好像有外送欸 欸你會不會之後跟梅塔出門 可是不行 你一定要去吃看看鐵盤烤出來的吧 對就是體驗一下 然後回家看UberEast 沒錯 好但是因為這間真的很好吃 好所以就推薦大家一定要去吃 對然後那一天晚上呢 因為我們就想說 接著就散步去喝酒 我們就一路從那個海邊這樣散步回市區 就走回去這樣大概要40分鐘 可是就是晚上很涼爽 很涼喔 對對對因為在歐洲都這樣嘛 早上有太陽很熱 但是晚上很涼爽 很涼對 然後我們就真的散步了好幾個街區 什麼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了一個廣場 那邊有各種酒吧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酒吧喝酒 重點是 我們就喝酒遇到了 我覺得我在西班牙遇到最帥的男生 哇 你第一天也太高標準了吧 這個男生雖然身高只有170 可是他真的長得太帥了 身高只有170 他比我矮 可是他好帥 他笑起來我整個如奶油般融化 你知道嗎 有聊天嗎 沒 有一點點來給你看 誰啊 那個黑色衣服的男生 對不起 好我再播一次 因為Apple近視 你前後左右滑都是 他比愛心 對好我跟你說 就是呢 我們那時候在喝酒 然後我就跟Joyce說 Joyce Joyce 滿可愛的 因為我們喝酒的時候 我們全程都在聊帥哥 然後Joyce Joyce 你的後面有個帥哥 你的後面有個帥哥 然後Joyce就說 那你假裝你在拍我 我就假裝在拍Joyce 但是Joyce是前景 那個前面那個模糊的女性 就是Joyce 他是前景 我一直在拍那個帥哥 結果你猜怎麼著 被那個帥哥看到我們 然後他就做了最勾人的事 就是對我拋媚眼 然後接著 對我比一半的愛心 沒錯 所以我就跟他在鏡頭中 比了另外一半的愛心 我要瘋他抽菸超帥的 他真的很帥 OMG 而且因為他笑起來 眼睛會瞇起來的那種 就是很無害的動物 他真的好帥喔 這種人笑起來的樣子很犯規 就眼睛瞇起來這樣子 連布丁都覺得他很帥 這帥的啊 很帥 可是他是直男喔 他是直男 他是直男 為什麼知道你朋友來喔 因為他都在搭訕女生 可是他的搭訕是那種可愛搭訕 他不是那種敌哥搭訕 因為我們在現場又遇到一些敌哥這樣子 對 但我覺得可能因為他知道自己很帥 所以他不需要敌哥 女生也會很喜歡他 因為你看他自己獨自靠在那個牆 他就會覺得 等一下應該就可以有什麼 對 他那個attitude這樣子 他就是站在那個牆邊 我都想貼過去 他如果是壁花 那個地方就是Seaway 他是自走Seaway OK 因為他如果是給 我會立刻過去跟他要電話 好 反正呢 就是第一天就很開心 而且我們還去了一個很有趣的酒吧 因為在巴塞隆納就是很流行 一直跑酒吧 就是各個酒吧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還有去一點酒吧 天啊 那我跟布丁去巴奈那晚上要幹嘛 可是我覺得你們會 喝酒要幹嘛 但是也可以喝一些飲料 因為酒吧有一些soft drink 因為那個酒吧裡面呢 他們就是很有趣 他們例如我們點了一杯蘑菇酒 然後那個酒送上來的時候呢 他就是螢光燈 它就是很像小夜燈 它是螢光酒杯 你也可以給Apple看 它那間店什麼怪酒都有 它那個螢光酒吧 它那個就是蘑菇啊什麼的 這個到時候我可以分 你們去看我的精選限動應該有 不然你影片映舌上去好了啦 好 我也可以映舌 我映舌在這邊給大家看 你映舌在這影片上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其實都調得非常好 我覺得Apple會喜歡 因為它都是女生愛喝的酒 他們的TA是女生 因為這家酒吧是最貴的酒吧 就我們去的時候 雖然是我們那天跑的最貴的酒吧 可是它的酒全部都非常順口 OK 就女生喝了會覺得不會很苦這種 就都酸酸的啊甜甜的 那他們的酒吧也就是喝酒 然後又是西班牙式的講話是不是 他會跳舞還是什麼 也會會跳舞 然後也是播那種很熱情的那種 Let's know dance 這首歌現在很過實 反正就是會播這種很 Dunz Dunz 這一種旋律 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性感的女生 然後在那邊這樣搖他們那個手蠻腰 然後男生就會搂他們腰 然後這樣貼身跳舞這樣 就是非常的開心 OK 然後就是跑了很多各式各樣特色的酒吧 這個我到時候都會分享給大家 然後第一天就覺得完美 我只能說跟當地人一起玩 真的非常好累喔 我第一天就聽到覺得好累 因為行程買 但剛剛那個飲料很漂亮 你有講名字嗎 我說那個酒吧 我PO菜單給大家看 因為它都有奇怪的詞 因為像我 你沒有說這個酒吧的名字 酒吧的名字喔 我好我查一下我再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我Vlog都會分享啦 OK 不然我就寫在資訊欄好了 我今天提到的這些 我都寫在資訊欄好了 好 然後反正呢就是這些地方都非常好玩 然後聊了一個太興奮抱歉 聊到帥哥我整個人 酒吧結束 第一天結束 第一天結束 好我跟大家講 第一天真的就最好玩 西班牙巴塞玩到這麼多天耶 沒有啊 因為我真的可能跟當地人 因為你知道人就是這樣 因為那些店家看到會講西班牙 因為Joey是他們都會講西班牙文 有人帶啦 對 有人帶都好玩 像我去英國都覺得不錯 就是因為有人帶著你啊 你只要自己去你會很受挫耶 那英國閨蜜的口音是 是英式美英文對不對 是英式英文 因為你講美式英文 英式英文 英國人對你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OK 然後反正呢 反正第一天很開心啦 然後他們也帶我們就是買地鐵 在這邊提醒一下大家 因為去歐洲 基本上所有地方都可以刷卡 但是西班牙的地鐵 跟葡萄牙的地鐵 不能刷卡 請大家記得這件事情 他們的地鐵機器非常落後 那個機器看起來像70年代的機器 然後那個機器就是枕頭現金 所以大家還是要帶一點現金 不然你會沒有辦法買地鐵票這樣子 地鐵票也不是 那個卡也不是地鐵用的 就是你說買的卡 買那個卡是在那個售票機買的 就是要在那個售票機買的 然後要投錢啦 對對對 然後如果你是要去 就是那邊久一點的人的話 你甚至可以找當地的居民 幫你買居民票 因為居民票其實是 一個月內免費達成 一個月內無限次達成 月票 然後無限次達成 非常的划算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第一天 因為第一天就是跟當地人 但接下來隔天 就是 就一次就要飛 霸國 哇 他去 對 就是去玩這樣子 所以就剛好沒時間 就繼續 然後我們就是去參加gate party 但我只能說 對啊你朋友咧 因為我跟我朋友 是一起去巴塞隆 但是他走他的行程 我走我的行程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們比較像是 有人帶我們一起去 但我不想說 不要影響人家的行程 因為他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在舉辦 全歐洲最大的gate party 他就是 15天 每天都有一場這樣子 然後都很巨大 但是我跟老公是買單次票 就只買了兩場的票 他是買那種無限手環 就是15場他都可以任意進出 他真的是為了那個去的 他就是為了那個去 所以他甚至他很荒謬 他很多景點都沒去 因為他就不是為了 對啊 可是我跟老公是為了去體驗巴塞隆 是 我覺得gate party我就快速帶過就好 因為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們就不適合gate party 第一就是 我們的身材沒有到 你知道我剛剛講 他們連路人身材都那麼好 你到那個gate party 他就是一個 大型容貌焦慮現場 大家都在曬肉 你就想像現場有大概 1萬人 這1萬人裡面 可能有6000個人都有胸腹肌 他們的胸腹肌都很漂亮 然後裡面可能有1000人 他們的程度是 連棚醫院都會自卑的程度 然後也長得極帥無比 就帥到不行 然後你在現場 你就會想說我來幹嘛 我乾脆來做外賣算了 我乾脆來現場炒飯給大家吃算了 買一些台灣菜大賺錢 對啊 我想說我在這裡幹嘛 你在那邊咬真奶啊 當然就是party 還是有一些好玩的 因為像我第一天去一個party 他是辦在類似那種水上樂園 就像不 他可以玩水 對他就是可以玩水 然後大家都穿泳褲 我穿海灘褲 這樣子的一個樂園 這樣子 對然後大家都裸著上身 我也裸著上身 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還會有那個 類似的馬拉灣不是有那個 海峽區 對海浪區 所以大家會泡在水裡面玩的那一種 這樣子 但我那天第一天就是 一開始有點無聊 但後來有個瑞士人 那個瑞士人很明顯就是很喜歡亞洲人 所以他就是一直貼著我跟老公這樣 他就是一直跟我們一起玩這樣 可是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他隔天就要飛去別的地方 所以就也沒有約到他這樣子 但反正好 party就這樣 party有點無聊 但反正呢 我跟老公還提早走 因為實在太無聊 而且party都在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 都不是在市中心 對 但我想一般人去應該也不會去gate party 所以我們就跳個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有買一些一日的行程 就是因為像什麼聖家堂啊 什麼奎爾公園這些 都推薦大家這種世界熱門景點 你一定要提前買票 我覺得就是跟徐步雅斯蓋一樣進不去 對 如果說徐步雅斯蓋是我人生的一個tone呢 那這次巴塞隆納也有一個 我的巴塞徐步雅斯蓋就是 凱旋門 這個等一下再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跟老公吵架 但我先講一下那個一日行程 因為我買了那個一日行程 那天是高地之旅 就是早上先看高地的第一個作品 叫做維森絲之家 這個算是我在巴塞隆納最喜歡的景點之一 然後呢中間路過那個 露埃那邊的 那是第二個喜歡的景點吧 露埃是我的喜歡的景點 露埃的隔壁有一個很有名的巴特羅之家 這些之家是有點像故居嗎 對就是假設 假設當年的巨蛋布丁是個富豪 他就找高地幫他設計 那這個房子就會叫巨蛋布丁之家 然後因為是藝術家設計的家 那個字叫CASA CASA好像就是某某之家 就像什麼張公館林公館這樣子 然後所以如果是巨蛋布丁 他可能就CASA巨蛋布丁這樣子 那很大嗎 很大 所以就是有點像林家花園 沒有沒有 是公寓 因為巴塞隆納是大城市 所以當年其實就跟倫敦一樣 其實沒有辦法讓你有莊園式的房子 莊園沒有辦法 對都會比較像 但是就是一棟很美的公寓 而且因為高地他是一個鬼才 他設計房 你知道巴特羅之家多特別嗎 巴特羅之家是一個屠龍的故事 就是勇者鬥惡龍的故事 所以那個房子蓋的很怪的形狀 是因為那個是龍的鱗片跟龍的骨頭 然後最上面的煙囪是一個十字架 因為他們是天主教國家 所以會有很多這種 宗教元素在裡面 就是一個戰士打敗了一隻龍的一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個房子就是一條龍 然後最上面插著一個十字架 對然後後來還去看了米拉之家這樣子 那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們要去巴特羅那 你們就是買這種一日行程就好了 就一天把這些行程全部走完 因為有導覽跟沒導覽差很多 對但是我要講一個插曲 就是請大家一定要守時 因為它的行程是分早上跟下午 早上結束之後呢 會讓你自己去吃飯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然後下午再到聖家堂那邊去集合 再統一待進聖家堂 那聖家堂就是全巴特羅那最知名的景點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蓋了一百年還沒蓋完的那個聖家堂 我們呢就是遲到了五分鐘 因為去逛了一下老衛飛 就是吃完飯飯吃太久 然後那間餐廳又不好吃 然後反正弄得太久這樣子 對反正就是因為吃飯吃太久 然後又稍微逛了一下老衛飛 又回家稍微換個衣服什麼的 還回家 因為我就跟你說 我就跟你說我住在太方便的地方了 我就住在一個隨時可以回家一下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反正就中間就是稍微拖到了 然後我們就遲到了五分鐘 那因為他是要在旅行社那邊 因為他們那邊有個旅行社 我們要在那個旅行社集合再統一帶隊去 結果等我們到的時候大隊已經出發了 我們就很焦慮 然後他說對不起你們買的是團體票 團體票就是只能團進團出 他們如果進去了 你這張票就是作非 而且人家規定就是寫在那個我們買的 我在K-K-Day買的 人家就是寫的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也理虧 就是我們自己要吃到的 那你們當下是有跑去看看他們還在不在嗎 對我們就跑去 三家堂差馬的大有夠大 我們就是一直跑去那邊 然後我們也一直拜託那個 領隊說你可不可以帶我們去找到那個中國領隊 他也蠻熱心 他最後就說好我帶你們去找 但不一定找得到 但那張票要2500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進去 我們就是直接折死了2000多塊錢的票 而且這中間我就已經開始臭臉了 然後老公就 老公已經開始在查票價 他想說好 不然就是他買票讓我自己進去 對 還好這個行程的第一站 是先兔兒勝家堂的外圍 所以我們最後我們在那邊交集了半天之後 你們好幸運喔 我們找到了那個領隊 他們正要進去 我只能 我感謝上帝 我真的感謝 我在那個現場 我真的對著聖家堂 我感謝上帝 我謝謝你 對 因為聖家堂我真的覺得要進去 你會讚嘆就是建築的 而且你知道他光正門 因為正門是高地自己弄的 因為他蓋了很久 蓋到高地死了還在蓋 可是他的正門 就是10個聖經故事 其實雖然我這樣比喻 可能有些基督徒會不開心 可是他其實就很像廟 因為很多廟 不是也都會在牆壁上用石頭雕刻 什麼24校啊 或是八仙過海啊什麼 他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他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因為你會看不懂 因為全部都是石像什麼的 所以那個領隊在那邊跟你介紹說 這個是什麼故事 什麼柏黎恆之星啊 什麼什麼之類這些故事 就也蠻好聽的這樣子 對 那反正聖家堂的大家直接看 我的那個線動比較快 因為他裡面就是 美到你會覺得不可能 就是怎麼可能 一百多年前的人 可以蓋成這個樣子 那他的風格是金碧輝煌的風格 還是說是 什麼食材很精緻啊 我覺得是奇幻耶 就是 來給你們看一下他裡面 那麼多種奇幻風 因為其實我剛聽到那個龍的家 喔 哇 不是你印象中的那種教堂的風格 然後因為他裡面有 不是金碧輝煌 很像遊戲 很像遊戲場景 然後因為他的 左半邊是冷色玻璃 右半邊是暖色玻璃 所以他隨著日照的時間 照進來這個教堂裡面的光 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的那個柱子都 每一根柱子都不是 傳統的羅馬柱 它都是那種很高地式的 大家直接看畫面 很高地式的那種柱子 所以我跟你講在裡面你慢慢逛 你可以逛兩三個小時 所以那個導覽就會帶著你們 他會帶著你全部走完一圈之後 再讓你自由活動 喔 所以你是可以慢慢在裡面看的 對對 就是蠻推薦大家可以來這個行程這樣子 對 但基本上我覺得這種大行程就是 買一日券就好了 因為你自己進去走馬看的話 可能反而沒有那麼好玩 對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要講到這個凱旋門的部分 就是跟老公吵架的故事 因為大概就 想不到有這一部分 我真的也是十六位 我以為沒有要講欸 要講啊 一定要講啊 而且我這故事就還留著跟你們講 反正呢 就是那個巴桑那有一個凱旋門 然後呢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是 因為Apple有講嘛 歐洲的日落是非常的晚 對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 那我們下午五點半六點 再出門就好了 所以我們那天是六點出門 然後下午六點出門 果然太陽就是還在很完美的位子 然後我們就到了凱旋門之後呢 我就幫老公購好圖 要拍照然後就相機給老公 結果呢 一到我拍照 就是我一站定點 我就看到天邊 來了一朵 巨雲 天邊一朵雲 我覺得它已經不是一朵雲 它是天邊一條雲 就是天空是360度的話 那一條雲有270度這麼長 而且太陽在這裡 那個雲正在靠近它 它的後面就是270度的雲 所以我就想說完蛋了 它只要一遮住我 我就毀了 然後就在我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天色一暗 雲遮住太陽的 太陽下山了 對 然後老公還是繼續拍 我那時候心裡就想說 他一定沒有順應那個光 那邊調ISO啊 調那個 可能啊 我們老公是不會做這種事的 老公全部拍出來照片都歐密嗎 我們老公不是巨蛋布丁 我只能說沒錯 然後我就開始焦慮 非常的焦慮 因為拍不出好照片 然後就很煩惱很煩惱很煩惱 然後就一直 你知道就是人焦慮就長那樣嗎 就是一來回墮步啊 然後一直 然後一直看天空 然後一直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然後老公這時候呢 就也面露不悅 他就是露出一種 好啊 又要生氣啦 又來啦 日本生氣之旅 again啊 西班牙重現啊這樣子 許布亞斯蓋事件重現啊這樣子 可是似乎是這個表情 又有點點燃你的怒火的感覺 沒錯 因為我本來沒有生氣的 我看到他這個表情 我怒火中燒 我本來沒有要生氣 但是一轉頭 你看到他不安慰你 然後還在旁邊一副就是 唉 要生氣了 唉 愛發脾氣 的那個樣子 你就會覺得非常生氣 果然我們兩個 就這樣子冷戰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坐到旁邊 因為太陽真的就是 已經過了20分鐘 太陽都沒有要出來的意思 那個雲才 行程才走了五分之一 天啊 然後我就坐到旁邊 然後我就一直嘆氣啊什麼的 然後開始在找啊 不斷的找reference啊 想說 啊不然凱旋門附近還有哪裡 不用太陽拍也漂亮的咖啡廳啊 或是去海邊會躲遠啊什麼 其實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我並沒有真的說 就是一直在生氣 我還在找說 我們其他KOL 在凱旋門那邊 拍了沒有太陽 但是很漂亮的照片 OK 沒有 真的沒有 每個人的漂亮照片都是陽光普照 不然就是夜景 OK 然後我就很焦慮 然後焦慮不堪 然後老公就是完全不想理我 這時候我就終於忍不住 問他說 你是不是 再不爽我發脾氣 我就說 對啊 就又要發脾氣啊 啊不是有人出國前才說 不要發脾氣 又要發脾氣啊 隨便你啊 然後我就又深吸了一口氣說 你是不是覺得我的工作很不重要 我又 我自己也白目 救命 我就是講了一個會吵架的起手師 然後他就說 怎麼會 我怎麼會覺得你的工作不重要 你的工作很重要 靠你吃穿啊 我怎麼會覺得不重要 哇 你們情緒層層堆疊 沒錯 我的天啊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吵起來了 然後他就說 我再也不想忍 他就說 我覺得你每次出來都要 就是發脾氣 我覺得很煩 真的很煩 到底可不可以不要發脾氣 我說我沒有發脾氣 我再焦慮 就焦慮而已啊 你跟我在一起九年 你連我的焦慮跟脾氣 你都分不出來嗎 而且我也就焦慮了十分鐘 你連十分鐘都不想忍受嗎 然後他就說 對不想忍受 他不想再忍受我的脾氣 我說你不想再忍受我的脾氣 無叉叉 我的脾氣就是這樣 你跟我交往的第一個月 應該就知道了 我已經很努力改我的脾氣了 我已經努力到 從會生氣一天 變成生氣半天 變成生氣兩個小時 變成生氣十分鐘 如果你連十分鐘的我 生氣的我 你都不能忍受的話 你確定以後日子還過得下去嗎 哇 你們在那個景點 靈魂烤溫都不行耶 Oh my God 講一個太重 然後他就說 我一講出這句話就說 你不可理喻 我今天都不想再跟你講話了 然後他就直接走掉 就直接甩開我的手 就這樣走掉 然後我就追上去 我就追上前去 然後我就大叫他的名字 我說無叉叉 你跟我停下來 說你不要讓我在巴桑那街頭 跟你大吵大鬧好不好 我沒有要過這種日子 然後他就繼續走 完全不想理我 我只好一直快步 而且他速度真是有夠快 然後我就一直快步走走走走走 然後我就抓住他的手 他還把我手甩開 然後我就說 我就後來硬是抓到他的手 然後我說 你可以體諒體諒我嗎 我說你知道我現在心情有多差嗎 我其實非常想要大哭 可是為了安撫你的情緒 我願意先壓抑我的情緒 來安撫你的情緒 然後你還要這樣嗎 然後他才終於停下來 然後我們就接著就是 我拉著他的手 因為我要避免他跑掉嗎 我拉著他的手 然後開始在凱旋門周邊散步 然後邊散步就是邊講我的心情這樣 然後他就一語不發 然後講著講著我覺得 哇 好啦這段對話也是沒結果 此時太陽出來了 就是已經距離 那個太陽 欸可是你看我的預估是對的 因為太陽整整遮住了 就烏雲整整遮住太陽一個小時 快一個小時五十幾分鐘 然後太陽終於出來之後 我就說太陽出來來拍照吧 然後我就把相機給他 然後他就開始幫我拍 然後他幫我拍的時候呢 你知道我就是沒歷史退譜 我就是本來想哭的臉 走到那個凱旋門前面 我就立刻露出那種 Covergirl的專業笑容 露出ANTM的 我沒辦法欸 我跟你說我最後去參加ANTM 我就是Kallen 我就是朋友死掉了 我還是會強忍著淚水拍照的人 七宗醉 對我就是七宗醉的Kallen 這樣子 我就露出那個笑容拍照 然後拍著拍著拍著 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就覺得我好笑 又寫火啦 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然後我眼淚就掉下來 然後 你只是很認真的創作者啊 我只是想要拍到好照片啊 跟大家分享啊 我只是覺得我出國玩 我很有罪惡感 我出國玩那麼久 然後我的員工為了讓我出國 他們很努力在完成工作 然後他們都還在台灣 我就覺得不能只有我在國外爽 所以我一定要就是交出一些東西 我等下要努力拍完 帶了一堆團購同 我帶了蛋捲帶了微波擺放 我只差沒有帶氣炸鍋去西班牙而已 然後我就覺得我好委屈這樣子 但老公也有講他 因為我們後來就在回去路上 他有講他的委屈 他就說 他覺得這個景點 就我們在巴上有那麼多天 也不是說今天就是最後一天了 對 那他說你要再來這個景點 十次二十次我也都會陪你來啊 為什麼要為了一個照片拍不到 在那邊焦慮 有什麼好焦慮的 他就他的想法是這樣 他覺得反正明後天可以再來 對他說你就算明天後天都說 你要再來凱旋門 他也不會say no 所以他就不懂我到底在焦慮什麼 因為他可去可不去 因為他可去可不去 他都可以配合你的行程去啦 沒錯 但還好他整趟行程都沒有跟我說可去可不去 他整趟行程都是說 你想去就去 對 但我覺得你們最後這個聊天 他講出這段也是有成功 算成功安慰 我跟你說我們這一個吵架的後餘 餘症不斷 因為我整個信心有點崩塌 就是因為他可能說出了不想再忍受我的脾氣這件事情 讓我導致我信心其實是有點崩塌 我對自己好沒有自信 你知道沒自信到什麼程度嗎 因為我在那隔天就發燒了 所以其實我在想我當下那麼情緒不穩 是因為我快要發燒了 我變條線發炎我喉嚨很痛 然後但也不知道怪給病 就是我確實也是太焦慮 然後你知道那天我脆弱到就是 因為我其實後來發燒 一覺醒來發現老公已經超商買好 超市買好東西回來煮好飯給我吃了 就他其實還是在扮演好老公的這個角色 然後可是他因為他平常講話不是很愛嗆我嗎 然後他一直嗆我一直嗆我 欸我整個大走心欸 我老公也是一直嗆我 他一嗆我我整個覺得 我是全世界最爛的人嗎 然後我就有點哭著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嗆我 我覺得我現在很脆弱 你嗆的每一句話我都會聽到心裡 然後他就有點傻眼 我就說你以前不會這樣一直嗆我 你以前還是會覺得我可愛什麼的 可是你現在這樣一直嗆我 我覺得我很沒有價值 然後他就說我沒有變 我一直都是這樣 只是你現在只會聽到我嗆你的話 他說我稱讚你的話 你沒聽進去 我說那你就 我現在比較脆弱嗎 你就不要嗆我 他說好 接下來兩個小時 我們沒有講一句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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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嗆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他不會講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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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沉默的 看雞在網紅看哪個小時 然後吃飯 吃火腿什麼的 他不講話 什麼 我 我最後按暫停 我說 好啦你嗆我好了 你是不是不嗆我 你不知道怎麼跟我說話 他就 因為我懂他的潛台詞 他一定想說他不知道講哪句話會傷到我 因為他都覺得他在跟我開玩笑 對 所以我說好啦好啦 你回覆你正常講話 我覺得我好多了這樣子 那反正這件事情一直 後續一直到我回台灣 都還持續是在一個很低落的狀態 我覺得人有時候就這樣很低落 然後所以他才終於在有一天 是我跟阿該的有一些小小爭吵的時候 然後老公打電話來安慰我的時候 我又提起了這件事 就是我覺得從我從 凱旋門那天開始 我的信心就一直很處在很崩壞的狀態上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痊癒 然後所以老公才突然 語重心長跟我講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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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心裡話 包含解釋的那一天 他所謂的不想再忍受我的情緒 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解讀的是 你不想再忍受我的情緒 所以你不想再忍受我這個人 你不想要忍受我做我自己的話 你不想要跟我過下去 這是我的理解 他的理解是 每一次你生氣 我都包容你 我都安慰你 我不想再忍受你的脾氣 是你下次發脾氣 我也要發脾氣 這樣才公平 他說他人生中 從來沒有任何一刻想過不要跟我過一輩子 他說你就是我想走一輩子的人啊 你為什麼會質疑我 他講到這個份上 我只能說 我熱淚盈眶 我整個大空 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不要跟你走一輩子 可是你這樣想我覺得很過分 他就覺得我怎麼會對我們的感情 那麼沒有信心什麼的 所以Whatever凱旋門事件就這樣結束了 所以到時候發這凱旋門的照片 請大家多多按讚 你還沒發嗎 你不是發的嗎 凱旋門還沒發 沒有凱旋門那張是 老公生氣氣的照片 凱旋門的美照我還沒發 而且我可是 我可是 你們知道凱旋門前面大概聚集了 一千名遊客吧 我可是一個一個把他們修掉 我拍 我把他們全部修掉 我拍出了一張沒有遊客的凱旋門 好我也是有點 我也是有點病態 可是你的焦慮是來自於 你覺得你有必須要在那裡拍一張美照 我其實有反省欸 雖然我上次日本玩我就說我要反省 可是其實我 因為泰拉就是一回來的時候 立刻跟我們講這件事 然後因為我在英國也有發生很類似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不是不只英國啊 就我覺得我們的另一半都蠻辛苦的 就是在於陪我們出去玩啊 出國都要扮演好一個攝影師的角色 然後他們可能也不是很擅長 不是人人都是雞蛋布丁嗎這樣 然後因為我老公那時候還有氣到就說什麼 那你下次帶布丁來啊這種 我跟我也說你下次出國帶Ulanda Ulanda是我的攝影師 他說你下次出國帶Ulanda啊 不然你下次出國帶布丁來啊 不要跟你出國 這樣就不會生氣 你也就很多美照之類的話這樣 你以為布丁會跟我們出國嗎 你可能要幫他出雞加酒 你以為布丁願意喔 我男友要去嗎 你要先匯入他男友 然後對然後 因為英國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不知道到第幾天之後 我就決定 我就再也不要拍照了 我就覺得 如果我看到一個漂亮的 漂亮的街道或漂亮的景 我就自己拍這樣 我就拍空景照 就我就覺得我人也沒有一定要 在那個畫面裡面吧 就如果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裡很漂亮的話 我其實自己拿著相機拍也OK 所以後來英國的後半段 大概相機都是我自己背在身上這樣 我覺得那台台卡 我就自己背在身上 然後我哪裡看到漂亮 我就拍 然後除非那個地方 我真的覺得 好像可以拍個合照這樣 比如說我跟我閨蜜 畢竟我都跟我好朋友 一起出去玩 我就說那好像可以跟我朋友 拍一張合照 我才會請我老公當腳架這樣 我說來你就這樣子 我幫他掛好圖 然後說你就這樣 放在這喔 好我們等一下人就站在那邊喔 這樣然後還叫我那個朋友說 你現在就站在那邊喔 不要動這樣 然後我們就 他就喔好 然後就這樣按幾張按幾張這樣 然後就好很棒很棒 完美這樣 然後雖然我老公事後 也有跟我講說 他沒有不想幫我拍照 他也沒有覺得 我一直指使他拍照 他不開心或什麼的 可是 確實我們會因為 拍不到好照片 會多少有一點焦慮感 但那個焦慮 可是那個焦慮 那個焦慮就是 經營自媒體的焦慮是真的 一定很多人覺得 就一張照片 有什麼好小的大作 那你要想喔 我們如果你們能接受 我們的頁面全部都是業配嗎 就不行嘛 我們的頁面如果全部都是業配 大家一定會覺得 你變了 你變得很商業 所以我們得要不斷地持續產出 好看的 當然有時候就是 我們如果都拍一堆風景 也沒有拍我們 那他追蹤其他攝影師就好 其他攝影師拍的比我們還漂亮 然後幹嘛追蹤我們 就有些人他就是想要看你穿搭 或是想要看你在這個地方 會怎麼拍嗎 或分享心得 對 就是反無論如何 我們必須一直產出我們的內容 而不是只有業配的內容 我們也不希望我們的版面 全部都是團購跟業配 我們也會希望說 好 我們都花了一趟錢出來 我們得產出reelsvlog 或者是照片 就是我們 還是會有很多這樣的焦慮存在 所以為什麼我 雖然我在日本已經決定說 我不要再為了拍照的事情生氣 可是 只要我們還在經營自媒體的一天 我們就是會有這份焦慮 每個人對於每個人自己的工作 都有自己的焦慮 很多人可能覺得做網紅很輕鬆 可是其實你們也知道並沒有 你要一直不斷去 就你要做長久是很難的 是你要去產出很多其他內容 而不是說只有業配 或是只有同一套規則 同一套模式 然後一直在複製它而已 那是不可能的 對啦 但反正我老公其實也沒有不理解 只是他可能就是 不喜歡那個當下我面對焦慮的方法 對 因為他其實也是 確實現在蠻會拍照 他現在有時候構圖 夠的比我還好 但因為我們也很久沒吵架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那樣一吵也好啦 因為可能這是我們三年來 最大的一次吵架了 這三四年來最大的一次吵架 然後我覺得這個吵架 又讓我們更 更上一層樓了 就是我們又更理解 彼此心裡面的想法了 我其實沒有覺得不好 對 而且因為 吵完架之後 變得比較像蜜月 就是他會更願意表達他的愛 因為他其實以往是一個 不喜歡表達愛的人 他其實就是很愛嗆我 什麼的 可是他不太會想要抱我 或者是跟我說愛你 什麼的 因為他就比較害羞 可是這一次呢 散步什麼 他都會自己牽我的手 哇 就是我覺得他可能 心裡也有一點不安 他可能也想說 會不會我真的以為 他要把我丟掉這樣子 所以就還不錯 或者是去老AV的時候 也說好啊 想買就買啊 YES 但我也是沒買包啊 我最後在老AV 全部都在幫Apple買 幫Apple買背心皮夾 就只有這兩個 然後買 幫我媽帶夠 然後買手環送員工 什麼 最後我在老AV花十幾萬 都不是買我的東西 我就是買了 我現在身上這個項鍊 跟皮帶 這樣子 還有一些小飾品 只能說大家出國 應該也很常會有吵架行程 所以就記得 跟泰拉他們一樣 最後要講開 我們那天吃飯 記得要去買精品 沒有要講開 要講開很重要 我那天吃飯的時候還問G&B 說你們有出國的時候 吵過架嗎 不要講到我再來 不要分享這個 這一集不關你的事 又要建設 像你那樣 就是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衝突啦 難免啦 拍東西真的難免 對啦 因為我們的另一半 要幫我們拍東西 確實都是比較辛苦這樣子 就只要他不是專業的 我們都會對他有些期待嘛 但當然就因為他就不是專業 所以有時候 我們那個情緒反應太大的時候 確實是會容易傷到 就他們可能會覺得有點壓力 但是這個壓力 不是他們需要承受的 然後我們情緒過了以後 我們也要回頭去思考 自己剛剛在抒發情緒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用不對的方式 去對待自己的另一半 反正你永遠要用 對待你自己的方法 去對待另一半 就是如果你不會這樣跟自己講話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跟你的另一半講話 我也會經常去思考這件事情 只是說也許當下 OK 我們在吵架當下表現不好也沒關係 我們回頭 去把它彌補回來也行 對 尤其是越是你親近的人 你越不能隨便處理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想說他是我另一半 他應該要懂我啊 可是為什麼要有人懂你 你都不懂你自己的 你為什麼 希望你另一半要懂你 對啊 和好啦 然後當下要立刻道歉的 對 那我們 因為我在西班牙七八三 他生病了好幾天 對 所以就是老公也照顧了好幾天 天啊 所以你去十幾天 然後有好幾天在生病喔 對啊 那生病的理由 我在他剛才的節目有講過 我就不說了 是在大Party的時候 應該是在那個時候 趕上病毒的 謝謝啊 對 就吃了一些 吃了一些 不要隨便亂吃的東西 然後呢 可是當天晚上我們去吃了一間 我覺得很好吃的餐廳 嗯 其實是本來我們在網路上 有查到一間 很熱門的餐廳 就小紅書推薦餐廳 然後呢 那間餐廳我們就想要去吃 結果排不到 喔 反正沒有預約吃不到 對 然後他就說你要不要吃 我姐姐開的餐廳 就是那個老闆娘說 他姐姐也在附近開了一間餐廳 叫做Sophie Gastro Bar 我也會寫在資訊欄 我跟你說 那個Sophie Gastro Bar 是我在西班牙吃到 第二好吃的餐廳 剛剛第一天是第一好吃 對這間Sophie是第二好吃 然後那間店 我覺得可能布丁會很愛 因為那間店裡面 就是用各式各樣的那種 比較普普風 或者是那種大色塊 然後裡面 擺了很多那種 很像你家會擺的公仔啊 什麼小東西 鮮艷可愛的東西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很女性 所以它的整個牆壁上 所有的話都是女性 展現自我的 有很多那種很女權的 或是那種女性的裸體 然後很漂亮的畫啊 什麼的 然後各式各樣的風格 就是一間 風格非常明確 然後呢 這間餐廳我推薦大家 一定要吃的是炸肉丸 那個炸肉丸 感覺就是我的菜 很像可麗餅 因為炸肉丸就是我的菜 很像日本的可樂餅 可是它裡面不是馬鈴薯 它就是肉丸 然後炸 豬肉嗎 牛肉 豬肉牛肉都有 那種炸肉丸 很好吃 那就好吃啊 真的超好吃 然後它的章魚也很讚 它的章魚是鐵盤章魚 所以就是溫度更高 所以更脆 然後還有扇背 就是那個 美人魚的胸罩 的那個扇背 好爛的比喻 可是還有畫面耶 就是那個東西 那個扇背 它調的那個 不知道是什麼醬 有一點像胡麻醬 又有點像海藻醬 好好吃 然後它的巴牙 就是海鮮燉飯也非常好吃 這間Sophie 以為是大大推薦給大家 所以這個是小紅書推的有道理的 不是 這個是不是小紅書推的 小紅書推的那間 我們本來要吃沒吃到 然後他說 他說推薦你我姐姐開的店 小紅書 沒事沒事我以為這個跟台灣 什麼阿文住信阿民住信一樣 就兄弟開一樣的店 所以是開不同的店 是不太一樣 姐妹開不同的店 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告訴你 我呢 因為當天雖然沒吃到 但是我就問那個老闆娘說 就小紅書推薦那間店 我就問他說 那我現在預約明天可以嗎 他有讓我預約 所以我吃完Sophie的隔天午餐 就是去吃那間店 結果 我送大家一句 Apple在英國那集講的 小紅書推薦的 聽聽就好 天啊 聽聽就好 那間店非常不合我的口味 但那間店很漂亮 就它裡面 因為他們是一個 愛出周邊的店 因為他們的主要 主視覺是 紅底白板點 所以他們推出了很多 這種紅底白板點的 杯子阿 酒阿 什麼什麼的 這些也都是好看的 非常漂亮 但就是網紅店 OK 好 那所以那間店我就沒特別講 這樣子 對那我在Sophie呢 還發生了一個我覺得 非常幽默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我在Sophie 實在太chill 然後那天又跟老公算和好了 所以 吃完飯的心情也很好這樣子 然後老公結帳的時候呢 我就太自在 然後我在收我的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打了一個大寶格 好慢 因為太放鬆了 我就吃飽 然後我就突然 然後我一打完那個格 我轉頭 有一組希臘的家人 就是媽媽帶小孩 他們三個全部 就用Apple現在這個表情看我 What 他們就用Apple這個表情說 傻爆眼 下一秒他們哄堂大笑 他們是直接 這樣笑出來 然後 我也笑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他們敬酒 喔 本來想要請他們喝酒 但他們就說沒關係不用 他們滿桌都是酒這樣子 對 就還跟他們敬酒 他們問好不好喝酒這樣 這是蠻有趣的啦 我真的 我真的好丟臉喔 好複雜的情緒喔 欸我覺得你要不要問一下 那個Joyce 願不願意帶我們三個人 一起去玩啊 我覺得要欸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要有一個當地的人 如果下次我們去巴塞 或是我們去西班牙 好像可以 他開一個就是有點像 而且Joyce那個公寓也滿適合 我們包車什麼之類 然後可能帶我們去 其他 或遠一點的地方玩之類的 Joyce應該有聽到 我們這集的節目吧 你有興趣嗎 我們付你錢 好不好 因為Joyce他們真的很會推 Eva跟Joyce他們兩個 是不同風格的美女 然後他們兩個喜歡的東西 剛好也不一樣 所以就會有 不同風格 對不同面相 我是比較文青之旅的人 我會可以去看一些展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逛一些小店 因為我這次去確實是 也沒看什麼 但我都在看建築 因為我覺得去巴塞尔納 是一直看建築 確實去那裡建築都很漂亮 對 然後這一次去呢 我要推薦我的第一名景點了 好 作為巴塞尔納的結尾 就是聖保羅醫院 它是一個有在營運的醫院 你有拍照對不對 我有看到 美照不行對不對 那個醫院 其實已經一兩百年了 然後他現在新的分院 他現在新的本院 是在他的旁邊 就他是一個山坡上的醫院 然後他現在在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是他的醫院本人 下面這裡呢 已經全部改成古蹟了 就是已經沒有在 收納病人的醫院了這樣子 對 而且有一個小差 因為他這個醫院的風格呢 就是非常的巴塞隆納 就非常的 不是那種一般的歐洲建築 然後非常的漂亮 我很難形容 他到底多漂亮 我直接給大家看照片 就他的醫院是好幾個建築 加在一起 他每一個建築都非常有自己的風格 雖然都是同一個風格 但是都會有自己的細節在裡面 他連那個地下室的那個通道 就是給救護車送病人的那種地下連通道 都很時髦 是那種全白的 然後陽光會從那個採光景 有天井 灑下來 好時尚 非常漂亮 就是感覺AMTN可以直接在那邊 拍一組大片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大家一定要去那個醫院 因為那個醫院真的太漂亮了 那這個醫院是免費可以直接進去 還是要派對 要門票 那門票幾百塊錢吧 很划算 現場可以直接買到 現場可以直接買 但一樣 我就推薦大家都提早買 因為提早買比較便宜 網路上買比較便宜 現場買比較貴 對 然後因為當天其實我們這個醫院呢 有一點可惜 就是我們比較晚出門 所以醫院待的時間只待了兩三個小時 我覺得兩三個小時根本逛不完 因為你沒想到一間醫院要逛那麼久 對我沒料到 然後下一個行程我排了一個很經典的奎爾公園 就是AMTM第七季去巴塞隆納 他們最後一戰鬼新娘 超級迷惑生日度第七季 喜歡超級迷惑生日度的人 一定要去朝聖的一個經典 就是奎爾公園 本經典 所以我早早離開醫院之後 就立刻去了奎爾公園 結果奎爾公園 居然有門票上限 就當天的預售票全部買完 然後就沒開放現場位 沒有現場位 所以一定要現場預約 而且那就是我在巴塞隆納 一定要提早預約 一定要提早預約 因為我隔天要離開了 所以我去不了了 好可惜 你不能在那邊演繞為新娘交端 然後我跟你說來 這時候老公 立刻記取凱旋門的教訓 老公在我進不去的那一瞬間 我還在焦慮一個轉頭 而且那個瞬間未來 我也要進步 我要告訴自己 好親愛的爹兒 我們現在冷靜 來深呼吸 Don't angry 是你自己沒有預約的 沒有關係 我們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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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去旁邊的牆壁 那邊長得也有點像 我們就去那邊演 You sorry You sorry 我就是這樣告訴我自己 結果我一個轉頭 老公在查 網路上還有沒有票 然後他就有查到 有一個英語導覽 就是英語導覽 只要花門票的兩倍價格 60歐 VIP感的 就可以進去 OK 然後他就說要嗎 要我就買下去 我說好沒關係啦 不要啦 英語導覽我們也聽不懂 浪費錢這樣子 我就覺得 我們留一個遺憾 我們下次再去 下次跟絕大布丁去 我們帶婚紗 我們在那邊 穿婚紗 因為我還跟老公說 欸怎麼今天蠻好玩 我幫你們拍 你幫你們拍 我幫你們分鏡 我跟布丁就很像 然後 我們要還原 彩破你 我們要帶一個破掉的紗去 然後布丁要彩破 然後我就說 我應該把布丁都扔掉 Kerry D還要說 我說你 你 對不起 然後 一人分是多講 我們就好 還要演Tyra 然後 還要演那個 Daniel走runway 然後Tyra要站起來這樣 手插腰 然後 Daniel要插腰 然後Tyra要這樣 You good 七年級生的唯一 我只能說 我老公也真的是對我很好 因為我就看到 你還記得剪成金黃 我就看到旁邊 你知道嗎 我就看到旁邊 有那個牆壁 其實長得蠻像那個runway的場地 我說 老公那你可以實現我一個小願望嗎 你在那裡面 你陪我去那邊剪腳 你拍我在那邊剪腳 然後老公就說 喔好啊 然後我就走到那個旁邊去 然後我就走到那個樓梯 然後我就開始這樣 阿 阿 一剪腳我一轉頭 後面有一群觀光客 而且是台灣人 他認出你嗎 他都沒有認出我 當他們講台語 所以我知道他們是台灣人 我覺得他好丟臉喔 然後我就轉過去說 Sorry 我就結束了這個 荒謬的奎爾公園之旅 為什麼每次發出大聲響都嚇到人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很多人 我只能說 我沒有跟這段不聽去 我不敢拍這個片段 我們下次相約巴塞隆納 我們下次去 不然就明年啦 快點啦 我跟你說 跟這兩位約 就是要立刻訂一個時間 然後他們就 然後就不了了之了 我就這樣 Joyce你有聽到嗎 Joyce我們再去找你 那你們再多賣幾間房子 Joyce可以當我們的導遊嗎 然後我們就是去 那個巴塞隆納玩 好像可以 而且跟著他們一起玩 感覺 然後我們就先約好時間 Joyce就不要再去巴黎 或是我們跟你去巴黎 你把那個禮拜空下來 Joyce是搭歐洲之星去巴黎 哇 他搭歐洲之後去巴黎 才六個小時欸 去歐洲確實是 下次可以這樣 配歐洲之星搭來搭去啊 對 然後哇 我們巴塞隆納就已經講了 58分鐘了 哇那我只能快速講那個 李斯本了 雖然李斯本是我最愛 所以李斯本有辦法講一集 沒有 因為李斯本呢 好 因為我直接呢 就是有邀請了 那個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Eddie娜娜 他們來陪我繼續聊 巴塞隆納跟李斯本 因為他們兩個去年 才去歐洲一個月 他們就是去了歐洲一個月 所以我有邀他們 因為他們也很愛李斯本 所以maybe就是李斯本 我現在這邊就是 先分享一些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那剩下的大家就可以聽 我們的那個週間節目 會上在我們這一集的 下一個禮拜 如果沒意外的話 OK OK 那李斯本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李斯本很棒 哈哈哈 你是一去就覺得很美嗎 還是很舒服 你知道多誇張嗎 喔我先講 我做了一個很棒的那個 乘上旗下 就是呢 我在巴塞隆納 幫我服務的那個店員 是一個矮矮小小的一個女生 她長得超可愛 然後她是葡萄牙人 喔 你知道那個女生她態度啊 什麼個性啊 好到不可思議 因為我還去了羅伊貝兩次 然後兩次都遇到她 然後我都 我就是想要把業績給她 所以我結帳我一定是找她這樣 然後她一聽到我 接下來要去李斯本 她就很開心就說 我是葡萄牙人 你一定會愛上李斯本 李斯本真的很棒 她說如果你覺得巴塞隆納很棒 李斯本更棒 她就說我以葡萄牙為榮 這樣我想說 欸可是你在巴塞隆納工資 對 對 然後她就好親切 然後因為最後一天要走的時候 我就是 有買一個小禮物 小吃的去給她吃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You are the best person I have ever met in Barcelona 我就說 I love you You are so good Joyce咧 沒有 因為她就是 沒有 開玩笑 沒有 因為那個女生太溫暖了 我開玩笑了啦 因為Joyce也很棒 但我覺得那個葡萄牙女生她更棒 對 她就是更溫暖啊 然後即便我們語言不是說真的很通 可是她還是想盡辦法想要推薦我 就是她還說我加你IG 她說你有沒有微信 我加你微信或者IG 然後我推薦你一些葡萄牙必去的景點這樣子 就是非常nice 可是她剛好推薦的景點我都還來不及去 所以其實我在李斯本也留了一些遺憾這樣子 然後就真的很棒 所以我對 你看這個人是我在遇到第一個葡萄牙人 他給了我這麼好的印象 然後我一到李斯本 我一上計程車 然後計程車在開的過程當中 我就愛上這個城市 因為這城市的所有建築的顏色 顏色 全部都如同可憐的東西 就是全部的顏色都是粉粉的 就是有點沒有很飽和的那個 霧霾色 霧霾色可是又是鮮艷的 又是亮的 就例如綠色 它是淺的蘋果綠 然後 然後可是是淺一階的 就是一切的顏色都宛如粉彩 它連天空都是這種顏色 好漂亮 漂亮到不行 所以我光是從那裡到我飯店的路上 我已經愛上這個城市了 然後它的地磚 它的那個石子磚 全部都是用很像磁磚的材質鋪成的 它不是碎石子路 它是那種地磚路 然後那個地磚是有顏色的 所以你從高處往下看 你會發現它是有圖案的 就你就想像 你走在那個大街上 是走在一塊地毯的感覺 很漂亮的一個城市 然後 哇 真的好難形容 反正就是大家要去里斯本 是啊 因為我真的看過好多人去那個 葡萄牙里斯本玩什麼的 我都想說 太美了 完全就是我的菜 里斯本是我的菜 因為相較西班牙 你會覺得比較莊嚴 或者是他們建築物就比較 感覺你就是覺得去欣賞那種 厲害的建築 可是里斯本就是 有點親敏感 里斯本一定是Apple 因為里斯本就是文青城市 就文青城市 我覺得你也會喜歡 然後又要搭那個纜車 而且纜車還是 那個纜車還是布丁的菜 是黃色的 天啊好可愛的感覺 這個纜車啊 纜車是黃色的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而且搭配後面那個房子的起來 是粉黃 那個房子都是那種顏色 然後還會有一些很漂亮的花磚 因為西班牙跟葡萄牙人 就是非常的會騎花磚 你看像它這種綠 就是你現在身上這個衣服的綠 再淡一點 淡一點 他們整個城市都是這樣 然後我在里斯本 就還玩那個拍門 就是我蒐集了很多各式各樣 很漂亮的門的照片 對就是這個城市 而且你也很難說這個 你知道有些城市說不清楚 那裡好 但就是誰都替代不了 對啊 對啊 剛剛很難接出來 手音到不行 後面我拉回來 反正呢 就是里斯本很棒 但是我只去了兩天 所以完全不夠 可是你吃了那麼多顆蛋塔欸 我吃了14個蛋塔 所以你是邊逛街其實就可以很快 買到蛋塔 看到蛋塔就吃蛋塔 看到蛋塔 他們蛋塔的那個出現的頻率 密度 跟手搖引 手搖引 台灣的手搖引 和牛肉飯店一樣多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都吃吃看啊 我給大家一個tips 就是去里斯本吃普斯蛋塔 不要吃那種 就是它的櫥窗裡面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蛋糕 麵包 蛋塔的這種店呢 我踩雷全部都踩這種 你也要去專賣店 就是這家店 我就是只賣蛋塔 我不賣其他東西 就會很好吃 吃起來就是像 不像肯德基蛋塔 不像肯德基蛋塔 因為我出發前所有人都跟我講說 肯德基蛋塔跟普斯蛋塔很像 我覺得不像 不是肯德基蛋塔 還比較接近那個澳門的普斯 廢話 因為澳門就是不到人吃病的 可是 這個再甜一點 可是就是 要配咖啡 然後那個蛋塔一定要撒肉桂粉 因為它很甜 然後肉桂粉又比較辛辣 所以那個辣感跟肉桂味 會結合它的那個奶感 它裡面的那個cream 混在一起吃的時候 然後我最喜歡的那一家 我到時候 我也放在下面好了 然後我 因為我吃了 應該有快八九家吧 做了一個評比 然後我最喜歡吃的那家裡面 是有淡淡的檸檬味 它剛好加點檸檬 是做一個提酸這樣子 所以那家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愛到什麼程度 我最後在里斯本的機場 還買了三盒不同品牌的蛋塔 然後把它從里斯本 帶回台灣 而且我是回台灣的當天 我就是從 因為我下午才到 我晚上七點到台中 然後我直接 跟我的助理饅頭說 饅頭你現在去買肯德基 我們來拍一支reels 現在應該已經上我的那個 IG了 就是里斯本蛋塔 vs肯德基蛋塔 對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大家都說什麼 一定 就跟肯德基蛋塔一樣好吃 但我發現他們是兩個 不一樣的東西 沒有誰比誰高貴 對 然後我現在呢 我現在還有一個新的計畫 我拆人從里斯本買蛋塔回來 給我們烘焙坊的師傅吃 還有給陳奕迅吃 我要在悟同還原里斯本蛋塔的味道 Oh my god 我太想再吃了 好我做出來 我做出來要請你們吃 我最喜歡的甜點 No.1就是蛋塔 然後你們知道 桃園高鐵站 有那個肯德基 但是他更厲害的是 他在那個高鐵站裡面 有一個像是 蛋塔專賣店 不是是蛋塔專賣 他像那個 好方便喔 他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登仙 to go 不是 他像那個 販賣機 是無人的 無人 他就是販賣機 他那個蛋塔是新鮮的嗎 蛋塔 販賣機 因為肯德基就在旁邊 他做了一個 它裡面是保溫箱 所以就是 我就是按按鈕 按到10號 然後 下來 就可以立刻吃到蛋蛋 我每天回家都吃一個蛋蛋 我必須說肯德基的蛋塔 真的很好吃 肯德基的蛋塔很好吃 可是因為里斯本的蛋塔 跟肯德基的蛋塔 一個是蛋比較多 一個是奶比較多 我想試看看 做里斯本的蛋塔 然後做期間限定 所以如果研發出來 大家再歡迎來烏銅吃這樣子 因為有建議我們的蛋黃酥 就滿成功的 我們的蛋黃酥賣得下下膠 對 因為前次的中秋節 欸 蛋黃酥很好吃欸 你也有知道 QQ有給我一個 對QQ買 因為我那天 你在日本的時候 我有送去給布丁吃 對 就中秋節的時候 烏銅推出他們自己的蛋黃酥 頗受好評 我做鹼糖的版本這樣 所以蛋塔到時候 也不會像里斯本那麼甜 因為我覺得那麼甜 台灣人可能受不了 會太膩 好 大概是這樣 雖然說就是沒有辦法分享完 也沒關係 因為一來同片 他們也會來繼續聊這個 蒲西之旅之外呢 我也還會有Vlog 對 所以如果想要看更多的 關於就是這個 蒲西之旅的話呢 也可以鎖定我的頻道 是泰拉這樣 是的 但什麼時候撿出來 我就不知道了 也有可能是明年 我們在巴塞羅納的Airbnb撿 但也不太好 還要帶出去撿 你會這樣子 萬一想說 啊 要補拍 我今天出去 現拍 我現在出去補拍 我把兩年的 好啦 希望Jewis有聽到我們這集Podcast 然後希望你就是再跟太陽聯絡好嗎 你開個假 對不對 我們付你導遊的錢 你帶我們深度旅遊 蒲西 是 好啦 那就這樣囉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記得追蹤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風力人聊天室下次見 掰掰